這選手取得領先 就是在第一間大運會的時候 因為自己是有實力得金牌的 可是在那時候就輸給北市大的嬌忍者 然後就只獲得銅牌 其實那時候很挫折 因為可是那時候已經輸得心服口服 覺得自己還要再成長 可是那時候真的很痛 想讓自己再更變強一些 有位中華隊拿下一面銅牌 因為之前大家都沒有為那個 台灣獲得牌子 然後因為大家也盡力了我也看得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說因為我自己是最後一個 可是我就覺得說我自己是最後一個壓軸 然後可以替國家拿一片銅牌 我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是來自馬祖 所以我想獻給馬祖 所以今天播放到五個小時 波曲 現在網絡 我們都未來 為某一位 今天 我們都不見